学生们举起枪支 少年警察队的同仁化身为小老师 仔细讲解着警用的知情装备 甚至还带着同学们体验坐警车 小朋友们都感到相当的新奇 玩得不亦乐乎 我们今天的活动有安排 我们警用装备的展示 包括我们的巡逻车 以及巡逻的机车 这是我们交通工具的部分 那另外还有武器装备的展示 包括我们的缓弹盾牌 缓弹头盔 以及手枪 长枪等等 那一方面也让小朋友亲自来体会 穿戴看看 拿看看 这些装备其实如果穿起来是非常重的 高雄市教育局校安室 带领学生们来到少年队 除了体验警察的工作之外 最重要的是 让孩子们担任起校园 反读领航员的角色 透过表演来展现各校反读的决心 今天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 教导同学这个防毒剧毒的相关的知识 那我也希望透过这次的参访 这些小朋友来到这里 来到学校 来到我们少年队 能够把相关的知识带回去 然后成为一个反读的兼兵 在校园里面扩散 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反读的一些 不管是宣传 或者是一些标语 或者是一些拟争的一些毒品等等 其实我们都让小朋友能够去清楚去了解 反读的重要性 而且要了解是说 能够带回校园 跟我们其他小朋友去分享 拿出标语 学生们用表演来宣导拒绝毒品的方法 并且拿出坚定的信念 表示不会被毒品所迷惑 透过这场精彩有趣的活动 攜手来反读 相信对孩子们来说 将会是个难忘的经验 记者张世民邻家一高雄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